前首相拿杜斯里纳吉涉及SRC国际公司汇款案审讯进入了第七天 牵扯出了前媒体高层协助纳吉监督中文媒体的案情 新州日报前执行董事沈塞芬创立的媒体观察公司 曾经接收纳吉30万令吉监督和分析六家中文报的报道 SRC国际公司汇款案下午两点半开审 检方传召第14名证人沈塞芬 这名证人是SENS媒体观察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兼董事 证人接受副检察司莫哈默塞夫丁的交叉盘问时透露 SENS有限公司负责协助首相办事处监督和分析六家中文报章 在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的报道 这六份中文报章分别为新州日报 中国报 南洋商报 光明日报 光华日报以及东方日报 证人表示 每天通过通讯软体发送各报章的报道摘要 签订影响华社的课题给纳吉首相办公室旗下的媒体办事处 除了单日摘要 这家公司提供给纳吉的服务 还包括每周分析和阅读报告 服务期限为期两个月 所得酬劳为30万令吉 证人也公诉 是受已故云兵国会员丹斯里加玛鲁丁指示 监督和分析中文报 并且确认收到30万令吉付款 马兴舍新闻台综合报道 证人数据